身体健康的人 知见正直的人 鬼神不敢附体 凡是你看看 这个冤心在做附体的人 他的这个身体一定是很弱 弱不禁风 平常的精神意志不能击中 这样的人很容易感到 运气在做附体 你仔细去观察就能够看得到 然后你就想 你和他这两位带领的 他们情况一定不一样 你看看 你前面讲的 A居四跟B居四 你看A居四是不是精神很饱满 身体很强壮 附体的这鬼神不敢碰他 那么B居四可能身体就差一点 细细观察就知道了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儿子九岁时 上山劳动 完成学校任务时 别人大声说 你踩死人 你踩死人 使他大惊 又说有野猪在叫 他跑在最后 因害怕过度 从此精神混乱 且经常恐惧 不敢出门 敬三十年 他说 受尽痛苦折磨 请求老法师帮助 这一桩事情 要让他理解 告诉他 别人说 你踩死人 是假的 你并没有踩到 你怕什么 你是自己吓自己 有野猪在叫的时候 你也没有听到 野猪也没有追上来 也没有伤害你 他如果能够醒悟过来了 这个 折磨就化解了 然后再能够劝他 好好地吃素 念福 断卧修善 急功雷德了 他这个状况 可以完全改善 可以能恢复正常 不要去害怕 事情过了三十年了 还放在心上 这个很痛苦 这是没有人开导的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因肾上腺疾病 引起散膏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发作 发作 不能动 觉得受死亡 威胁 且一眼 看不到东西 一个眼 视力很差 什么药都吃过 但是没有效 而且我先生 近日 又出现 高血压 请老法师 帮助我们 排除苦 老法师不是医生 不是大夫 那么这个诗 属于生理上的病 生理上的病 你要找医生 那佛法能够对治的 是冤业病 是业障病 这个佛法 有办法 帮助你 生理上的毛病 一定要 请教 大夫 所以 病因 有三种 那么你没有找到 好的医生 你也可以求 佛菩萨加持 这个 这个能做到 希望佛菩萨 引导你 遇到一个 好医生 多去 大庭 我们相信 中国这个地区 很大 好的医生 还是很多 多留意一下 去找一找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 我做过多年 妇产科医生 堕胎婴儿无数 造作很严重的罪业 深感忏悔 我曾经发愿 成道之后 先来 读他们 但是 夜席 很重 在五欲六成中 修行 很难 陈旧 他请问 应在工作 或生活中 陈旧 到夜之后 再做 弘法立身的 工作 还是在 境界中 自度 读他 第二 应放下 世缘 学老法师 续佛 灰命 弘法立身 和一心念佛 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末后 他说 不至于 何处有缘 请 老法师 指定 这个确实 是 借下 很多很多的 怨恨 那么在你 现前 你运 时运 很甚的时候 这些冤情 待主 不会找你 到你的运气 衰了 他就来了 来的时候 你就 抵挡不住了 所以你要 忏悔 要真正 发信 发 续佛 灰命 弘法立身 往生 极乐世界 回来 再度他们 还要求 这些 引领 跟你一道 修行 同生 极乐世界 你带领 他们 一起修 每一次 念佛 修行 读经 听经 都做这样的观想 这个很好 他们对你会谅解 也会原谅你 也不着 你的麻烦 至于什么地方 有云 你要多选择 多看 要细心去观察 这个道场 是不是 正发道场 正发道场 你要先给他 戒约 不戒约呢 约从哪来呢 像我们这么多年 老师 交代过 发心 红阀嘛 所以每到一个道场 我们到大殿 总是去献拜佛 拜三拜 一般人拜三拜 大概都是求 升官发财 我们去拜 拜佛 拜三拜 第一拜 求 与这个道场 有缘 第二拜呢 与这个道场 注重有缘 这个常注有缘 第三拜 是求于这个道场 的信徒有缘 天天做这样的拜法 真有心 那么道场 慢慢熟了 道场都需要 一共 我们发心到市 到道场来 常常来做一共 跟道场的 这三种缘 都结下了 不结缘 没法则 特别是现在 这些道场 所以先要懂得选择 然后要知道 结缘 下面有个问题 再一次 装 锅 都颤